粽子香 香厨房 爱夜香 香满堂 粽子香 香厨房 爱夜香 香满堂 桃汁茶在大门上 出门一望买耳光 处处都断腰 当大街小巷开始弥漫着粽子的清香 端午节到了 节分端午 自谁言 万古传闻 未屈原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 龙舟节 宠午节 天中节等 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 是集拜神祭祖 祈福辟邪 欢庆娱乐 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 也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还是国家 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午节吃粽子 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大传统习俗 粽子又叫脚鼠 捅粽 从春秋时期一直到今天 每年五月初 中国百姓家家户户都要净糯米 洗粽叶 包粽子 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 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 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 而且流传到了朝鲜 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已成为了中华民族影响最大 覆盖面最广的民间女食习俗之一 太山脚下 农历来到四月底 五月初 市场上的摊贩们早已迎着时令 及时地把包粽子所需的各种材料摆出来 有粒大色白的糯米 捆扎其整的粽叶 红红的大枣 各种食材一应俱全 现在尽管出售粽子的商家比比皆是 粽子花样繁多 但泰安人仍执着地认为 只有亲手包制的粽子 才最可口 最实惠 最有端午节的味道 人世间任何针鱼圆满的玉树 都容不得偷工减料 一切原料准备到位 洁白的糯米浸泡在清水里 饱满的蜜枣早已泡好 勤劳的女主人用灵巧的双手 把粽叶捧在手里 抓上一撮泡好的糯米 放上蜜枣 左折 右叠 再用丝线层层缠绕 把满心的真情都包了进去 一个精致的粽子便诞生了 在里面或许还会尝到丝面的味道 包完之后就需要煮 煮粽子不能心急 得小火慢慢煮 一直煮两到三个小时 据说时间越长 粽子越粘 老年人爱用火炉 前一天晚上 把粽子放在炉子上 闷闷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 孩子们一起床 揭开锅 就是热腾腾的粽子 屋子里 院子里 顿时都弥漫着芦苇叶和粽子的香气 新年火炉 挺甜 包开绿色的粽叶 展现在眼前的粽子 好似一个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糯米粒粒分明 精盈剔透 看似结实 入口清软如风 糟香 明生生的浸润进糯米粒 令人齿甲流香 久久回味 香香的粽子 它的芬香来自五岳的田野 更来自历史的人文积淀 是自然界的芬香 也是诗歌的芬香 文化的芬香 心灵手巧的泰安人 还包出了别具一格的面粽 氛围独特 破端午 包粽子 而在泰安营养 还有一项独特的习俗 送彩粽 这里的彩粽 并不是可以吃的彩色粽子 而是一种手工艺品 追溯财粽的历史 其源头是一种被称为 禅画的传统手工技术 相传在乾隆年间 皇帝祭祀泰山 跟随的一位贵夫人 将此手艺传给了当地 有名的艺术世家 王家画铺 后来 在禅画的基础上 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 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和创新 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彩粽 相对男性而言 女孩子一般心灵手巧 善于制作一些手工艺品 因此 王家画铺当时非常偏爱女孩 宁阳即想彩粽的传承方式 也就有了传女不传男的特点 宁阳彩粽内壳为几何壳体 外围用七彩线缠绕 粽壳内放入香腹 爱叶 白纸 仓谱等物料 散发出行脑宜人的方向 由于彩粽寓寓意深刻 观赏性强 当地便逐渐形成了端午节送彩粽的习俗 每年端午节 各家各户之间相互送彩粽 借此表达对赠礼对象的祝福 有的将彩粽悬挂在大门上或车里 亦遇平安吉祥 端午节这天 家家户户会把爱蒿和桃汁挂在门上 再把鸡蛋连同洗净的新鲜爱叶 桃叶一起下锅煮 吃上已变成红褐色的熟鸡蛋 据说都可以起到辟邪的功效 香荷包是我国民间一种喜闻乐见 流传炫广 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民间工艺品 泰安的香荷包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 香荷包多以五颜六色的下角布料和五彩丝线缝制而成 颜色以传统的大红、抹黑、粉绿、桃红为主 再以其他色彩来点缀 加以巧妙的构思 形成一件件风格迥异的艺术品 荷包大者如巴掌 小者如花生米 里面装有艾草、桃叶 段午节给小孩佩戴荷包 传说有辟邪趋温之意 就是希望家人能够吉祥健康地度过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